嗨,大家好,我是Oji桑,欢迎收看澳洲一分钟 首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新南威尔斯的州长说 经过上个星期被洪水的摧残,至少有超过2000户的房子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新南威尔斯州长也请求澳洲的军队派送5000名军人来协助灾后的处理 今天在海湾大桥Harbour Bridge发生了重大的连环车祸 有一台自用车因此翻车并且着火 这次的车祸严重影响了海湾大桥的双向通车 还好这次的车祸并没有人死亡 今天澳洲总理莫里森会在洛伊研究所论坛上表示 澳洲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安全环境 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专制侵略 好,最后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各州的疫情数据 西南威尔斯有9017人确诊 维多利亚有5645个人确诊 昆斯兰有3677人确诊 塔斯马列亚有784人确诊 首都领地有533人确诊 南澳、西澳还有北领地目前还没有公布最新的资料 今天澳洲单日的确诊人数总共是19656个人确诊 欧记桑在这几个月来每天都要报告最新的疫情状况 但是碍于各州的政府出的数据越来越慢 常常到很晚才可以拍摄新闻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的想法 你们还需要我每天报告各州的最新的确诊人数吗? 还是在有比较有重大变化的时候再进行报告? 你的建议会帮助我提升我的新闻播报品质 所以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以上是今天的澳洲一分钟 我是旅澳将近30年的欧记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哦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